遠遠就能看到車頭燈 一輛車飛速 衝過路口 失控 沿路擦撞 甚至差點撞進店家 據大聲響 所有人都跑出來查看 駕駛緊機剎車 才終於停了下來 下車查看 機車行前變這樣 真的一片狼藉 一整排機車 統統倒下 車頭凹陷變形 車殼碎裂 甚至還有機車 車頭燈直接不見 強力撞擊 轎車也很慘 後照鏡脫落 又車頭毀損 車殼統統是刮痕 輪胎抱胎泄氣 只能請脫掉業者幫忙脫離車輛 要趕全找 要睡著 要睡著 19歲料新駕駛早上在工地上班 晚上還要去餐廳打工 11點多下班後 行進新北市板橋行神街 都快到家了 卻疑似在半路開車開到睡著 才會沿路擦撞 波及店家跟零停機車 總共21輛損失慘重 後續警方會一一通知車主討論 如何賠償 只是努力上班賺錢 卻因為自己太累開到睡著 不僅自己的愛車毀損嚴重 還得賠償車主跟店家 賠上的是好幾個月賺來的辛苦錢 TVB新聞王華凌晨慣語言盛分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